各位馬迷老友好,歡迎又來到Layman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說說11月17日的賽後馬場花生感 今天Layman推出了4條片,每次賽事都會提供4場的心水 不過今天電訊火箭,潘榮輝一出閘,後追回來好像蝕到大愛當,追過第五 另外拉德嬌,跑第二,天火同仁就沒得說了,被八幾倍的聲耀王者剁了 另外冥記之心那場可以跑第三,昨天在Layman之前Live提供4連4重,3重彩 Kelikala會員版的片,四條都叫做有錢收的,唯一差一點的就是被聲耀王者 那場中中了一條位置Q,另外那三場都能夠中到一條百多元的Q 另外也能夠中兩場三重彩,希望繼續有些運氣,陪老友一起去量一下馬仔 看看能否找到一些花費,希望大家去努力 未訂閱Layman的Youtube頻道可以免費訂閱Layman的Youtube頻道 可以考慮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Layman這個頻道真的要花大量時間認真對待每一場賽事 另外也是一個講真心話的台,希望各位可以支持一下Layman 說到今天成績最好的馬房,相信都是屬於呂建威馬房 如果不是那隻辣特嬌最拉尾鬥著那幾步輸的地點回來 呂建威今天不單止揚勇撞派對,以及那隻叫歡欣復星 那場什麼杯賽呢?呂建威出兩隻,他是歡欣復星,巴道贏完 更加相當高興,好像贏了一級賽 呂建威今天總共是拿到兩個winner,兩個第二回來的 Layman經常和大家說鬼股,上次那隻戰紅3000 又說自己什麼腹膠痛,退出了,補了那隻紅衣火旺回來 至於鬼股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 Layman昨晚怎樣在Layman時前Live跟老友說 今天中這隻戰紅3000的呢? 可以參考昨晚的Layman會員版的Layman時前Live 除了呂建威今天好成績,那就講開吧 那隻歡樂好友,Layman已經講過了 今季應該是第三次跟那隻 美場贏馬的趙芳華同一日出賽的 對上那兩次歡樂好友都是跑第四的 而那隻趙芳華都是同日贏馬,都是何宅堯騎的 今天呢,何宅堯和趙芳華依然都贏了 不過就歡樂好友輸短距離,叫做跑第三 既然呢,何宅堯今天都是充當殺手的角色 那他師傅,方仔又怎會是沒有馬贏呢? 也都是憑陳家熙贏了一隻快步速 至於Layman很久之前都講過了 方仔有一次贏了那隻好像叫做楚霸王的馬 那有哪一位騎戀呢?就走去和方家柏呢 就找兩個手肘撞一撞呢? 那當然是雪家井,鄭俊偉啦 那方仔有馬贏了,他徒弟,何宅堯有馬贏了 那雪家井呢,頭場呢,也贏了這隻平生身星的 那呂建威 是 何宅堯的最佳拍檔嘛,那呂建威好成績 那何宅堯今天也好成績啦 何宅堯好成績 那他師傅今天,方家柏也好成績啦 那方家柏也好成績的 那鄭俊偉也有平生身星啦 所以其實一個馬場裏面呢 一班人馬在大搏殺的時候呢 那通常都是一群人而出的 那昨天那隻戰童三千那個鬼鼓呢 那各位就可以去參考一下啦 那講到今天的騎戀波麥 等一下就跟大家講講啦 今天相信呢,最令人意外的一場頭馬啦 當然是那隻 偉達也好少找到潘頓來騎這隻天火同仁啦 今天真是如這文所講呢 這次留一點來跑 不要讓周俊樂那麼心急咬著人和家興 就跟了個快捕捉啦 看到潘頓都好露定的騎呢 真是擠了出來先的啦 但是誰知道被自己同馬防後備補上來的星耀王者呢 就湯了啦 有百多倍的win的喔 我看到潘頓和偉達呢 贏完這場頭馬之後呢 兩個捉住在這裏說了一輪話呢 兩個都黑口黑面的喔 偉達就好像鑊撈那樣的面啦 潘頓呢 亦都不好得幾多啦 不知道會不會是一場爆胎之作啦 昨天這文幾條片啦 其實全部都中了連贏位的 四場裏面有三場中連贏位三重賽啦 但是就是偏偏天火同仁呢 搭這隻多多保企那條Q呢 就被這隻百多倍補上來的星耀王者就湯了啦 近來補上來的馬呢 經常都交到好成績的喔 好像蘇寶羅那隻叫錢多多啦 有隻馬補上 我記得好像是街運法 就是澳紐人退出呢 補了這隻錢多多 湯了這文那隻叫跑得好啦 另外加州星球那場呢 又有馬補退出呢 補了加州星球回來呢 放到最後那兩步就沒有了 剛剛有個PACE啦 今天呢 上次那個戰紅3000又說自己腹腳痛啦 其實我看過啦 又說28號腹腳痛 28號之後還出來跳 29號就已經在跳貨啦 接著隔兩天就快跳啦 又說自己腹腳痛啦 那天退出呢 那隻叫做紅衣火旺補出來呢 前一次騎紅衣火旺的蔡明少呢 不是 騎戰紅3000的蔡明少呢 爆了那隻叫紅衣火旺啦 去到今天啦 又有一隻馬呢 就是羅富全的三身好運就說退出了喔 也補了這隻聲耀王者回來啦 又巧又入巧啦 飛機又會撞紫妖的喔 近來補出的馬呢 經常屢屢屢屢 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賽果 那講到今天的第七場賽事啦 到今天的第七場賽事啦 今天第七場賽事呢 日本中央競馬會錦標 究竟哪一位拿到競馬會錦標呢? 當然是呂建威馬房 今天相當好成績 兩 win 兩 kill 其中一場就是這個錦標 呂建威派兩隻馬上陣 贏兩場的蟬勝寶區 前面就在這裡放 後面的歡欣福星 巴道後上全部都打下來 終於這隻歡欣福星 這隻歡欣福星幫呂建威起媽不只 更加拿這個杯 究竟這隻歡欣福星 贏完之後呂建威有什麼說呢? 呂建威就說 歡欣福星是還有進步空間的馬 這次白蕩組短 叫巴道留住他來跑 留到幾後 他說我一切都交給巴道決定 因為巴道騎這隻馬 真的騎到熟到不得了 呂建威說 這隻馬下一次 歡欣福星 就會在12月8日 二班千百米 會有上陣的機會 因為他說二班到期時 沒有一里跑 呂建威就說 這隻歡欣福星 是還有進步的馬 看看各位會不會 留意這隻歡欣福星 說真的 說到今天 相信最令人意外的頭馬 就是偉達馬房 突然間補上來 那隻叫聲耀王者 那場馬 偉達有一隻天火同人 誰知道 誰知道 入到直路 看到潘頓已經擠出來 很有心機 想著贏眼之際 誰知道 那隻聲耀王者 在楊明倫的跨下 在楊明倫一聲衝上來 爆了一個百多倍的Vin 阿茂都知道 偉達本來 星期一就是50歲生日的 但是 每個人都想著 他拆過生日禮物 當然是天火同人 但是 誰知道 猜不猜得到 原來這份生日禮物 竟然是這隻聲耀王者 我見到 潘頓和偉達 輸了天火同人 回來 兩個人在這裏 口黑面黑的 更加見到 偉達十三少 攤大兩隻手掌 好像上次 阿班德禮 博輸了協勝神軌 都不知道自己 一頭冒水 拉頭馬的時候 見到偉達 面黑黑 沒有笑容 這隻 聲耀王者 更加是偉達 生日禮物 不只 更加是他 從年以來 最懶的一隻Vin 偉達 後來也有接受 傳媒朋友的 撥咪 我不知道偉達 撥咪的時候 的語氣是怎樣 他說 今天 其實潘頓 這隻天火同人 這兩場天火同人 和他上季 後追 是有不同的 可能 周俊樂 心急 見到人和家興 走 他又不想讓他走 快了回來 追來追去 追不到人和家興 今天找到潘頓 來 打算留一點來跑 真的留一點來跑 打算得手之際 誰知被銅馬房那隻 匯達就說 潘頓今天發揮 天火同人 已經是沒得頂的了 他說 這場其實是最值得 他贏的一場馬來的 他說 他自己預計 我也是打算天火同人 贏的 真可憐 即是爆胎 那樣爆 馬長 腹 六 大哥 我們這條Q過關 就被他打了 但我都打算天火同人 贏的 怎麼會打算自己 楊明倫哥哥哥 那隻聲耀王者 湯了自己的大熱門 他說 其實聲耀王者 上場初出 都不是跑得差 他說 初出本來是跑泥地 但是 誰知就退出了 然後 偉達就說 都不明白為什麼 這一場會跑到這樣 然後經過雜商測試之後 又沒有什麼 但是今天 後備身份補出來 偉達就說 我都不是打算他贏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爆胎 講到那隻用創派對 一路興谷草一千都跑得好 誰知上次走去沙田跑千里 輸到眼淡淡 今天又不找何曉 找到潘頓尼 呂建威今天認真是氣勢如虹 這隻用創派對 今天是幫呂建威起媽的其中一隻馬 贏完這隻用創派對 其實這隻用創派對 是一隻有能力的馬 以及是一隻鬥心好的馬 再加上現在這隻馬 還是這麼年輕 基本上 還未找到究竟他最適合的路程是什麼 所以現在 終於才贏到馬 由一千拉上千二 其實用創派對這隻馬 體型比較單薄一些 希望可以再將他樣葬一些 暫時他覺得 都是跑谷草會比較好的 至於呂建威和何宅堯 好像父子一樣 應該叫呂宅堯 或者叫何建威都可以 另外 陳家希自從由羅富全馬房 過底跟了方家柏 現在成為大師傅 但是方家柏今天也對陳家希有關照 那隻駱菲很厲害的快步速 由十幾倍打到七倍左右 就贏了馬回來 不要說馬場裡面沒有人情味 方家柏贏了這隻快步速 他說上星期六 我駱菲這隻快步速 博輸了跑了第三回 他覺得快步速已經跑得好 所以他說今次我再下飛 贏了馬都很合理 呂建威又贏不通我不贏 鄭俊偉又贏 何宅堯又贏不通我不贏 他說馬今季快步速都可以保持得到 他說究竟今場快步速贏馬的關鍵是什麼 旅遊的關鍵 他說其實是家希仔掌控的步速就掌控得好 咦咦?跑馬要講步速嗎?方家柏 那些人經常說跑馬不用計步速 他說最重要是陳家希控制步速好 還有家希有七磅減 都是其中一個因素 他說陳家希今季的騎工是越騎越進步 他說除了我支持他之外 希望其他列馬師都見到陳家希越騎越進步 都可以支持他 講到其中一場 雷文都中到應 那隻叫做文家梁馬房的善傳萬里 這隻馬的故事要由上季尾講起 上季尾我記得他跑谷草千二 這次下季尾很厲害 就塞了車回來 今季在三班出谷草千二 最尾回氣再上可以過風雨區 接著在上一場 就跑谷草跑1650 叫做跑得一個近的名次回來 今天一下班 找潘頓下四班 再加上這隻馬 文家梁贏員 他說預計這一場會有步速 再加上我這次找回熟手技工潘頓來騎 潘頓也很熟 所以潘頓也沒有想著搶這隻馬 直路他覺得潘頓發揮善傳萬里 真是發揮得好 真是膽生無地攝去萊蘭那裏衝 所以善傳萬里可以維持到勁勢 就贏到這場馬 不過賽後練馬師也說回 其實贏馬是有點運氣的 因為今天四班千二米拆了三組 潘頓一早答應了騎福滿寶 不過就是因為拆了一組 才騎到善傳萬里 如果不是撞了福滿寶那場 那善傳萬里 今天就不會是潘頓騎的了 輪到哪種程度 來到哪些地方 偶에就放了我們 至於你的大吉尼 頭到哪些地方 小人 我們的消防